我女朋友突然就跟我闹分手了 打电话她也不接 她两年多的第一次这样子 我有点害怕 那要不我们帮你跟你女朋友调节一下 对 我现在只能找到你们帮忙了 OK 没问题 她就在附近 那你带路吧 我们赶紧吧 我看到那个粉裙森女生 对不起人家 不是 你干嘛呀 对不起人家 我错了 你仨已经分手了 你明白吗 已经分手了 不要这样纠缠我 好吗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吗 把手松了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吗 我好好谈一下 你做的那些事还有脸 让我给你机会吗 别拍了 别拍了 你听我好好解释 你就给我十分钟好吗 十分钟 这样子的女生就是你男朋友 他不是我男朋友 我俩已经分手了 OK 就是这个男生 他拜托我们很久 就是说想跟你见面聊一聊 你看有没有时间 不是 我最后给你十分钟 十分钟咱们把话都说明白 以后就别来找我了 行吗 好 是那边的行吧 那边人少一点 就为什么不能分手分得体面一点呢 我这次真的想明白了吗 保证以后都不会再出现小雅了好吗 我说了 我不想听了 从现在开始 你说十分钟 大家心情契合聊 好吧 你也别解释这么多了 我不想听了 我问一下你们之前在一起是多久 两年多 那你们当时是谁 追的谁啊 是我追的他 他当时比较贴心吧 而且很真诚 从来也不会欺骗我 我们俩就可以没有任何秘密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他可以对别人贴心 骗着我对别人贴心 对吧 哪有啊 那男生呢 女生吸引到你的点是什么 他给我感觉 就是一个很勤俭持家的人 感觉他很简单 简单到让我想走一辈子的人 那你们两个之前 有没有发生过什么 比较美好的事情 去年的时候带他回家 然后我家里人也是比较喜欢他 然后一直在问我 打算什么时候去他回家 你每次都这么说 但你之后还不是去陪他吗